我們來看看怎麼樣來製作這個水龍山地裡面增加樓層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做好一樓了對不對 我稍微把它往後推一點 一個樓層做好了 這個椅子要往後推一點 怎麼樣增加樓層呢 很簡單 在空白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增加樓層 但它有兩種 你在空白地方按右鍵可以 或者在平面上面有一個叫平面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增加樓層 跟增加高度相同 樓層對不對 一樣的 那這個第二個是什麼意思 你可能有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樓中樓 這樣你就了解意思了吧 平常我們地板一定在地面 那有時候為了挑高方便 我們是會有一個樓中樓 這樣子 那所以呢 那個就是那個意思 那我們先從這個來增加樓層 你看按一下 你按過了之後呢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樓層的那個選項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有第二樓以上 其實要增加樓層就簡單 因為在這邊是不是有加號了 就可以一直增加進去 只是平常他們的習慣都好像有點不一樣 他們是從0然後再D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看不習慣 可以在上面點兩下 有沒有可以改 這裡可以改 你喜歡改什麼名字都可以 好 那預設呢每一個樓的樓高 都是250公分 好就250公分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樓下我想要有個挑高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變大一點 那麼當你增加樓層之後 我們看到第二樓 有沒有發現他可以看到什麼 他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下面那個樓層的 這個平面對不對 好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給你一個什麼 對齊的一個方式 當然如果你上下樓層的樓板面積 那些形狀是一樣的 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當然可以 下樓膝 翻翻起來有嗎 你就把它全部選起來 或者是你把地板弄起來也可以 把它複製 然後呢拿到樓上 來把它切上 好不錯加密 有沒有發現 蓋樓很快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 假設你的 就是都是比較一致化的 其實 就樓層一直蓋上 所以 知道什麼叫 萬丈高樓平地齊了吧 一樓最難嗎 因為什麼都還不會 所以一樓的時候 花比較多時間 樓上就一直Kick一樓 但是要注意 那個門不能放這裡 阿鬼掉下去嘛 把他拿就好 對不對 好 當你有越來越多樓層之後 你還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好像要看我們家 每次都要從高角度看有沒有 能不能這樣就看穿過去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在編輯的時候 因為為了方便擺東西 你可以把下面 在下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修改3D視點 這個地方 這個 你把它按下去 修改3D視點 我們呢 可以讓牆壁先做一點透明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看過去 因為我們在擺飾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擺飾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看 不能老是都會叫我這樣看嘛 這樣口會累啊 對不對 有時候那個高低會把感覺都出來 所以你可以這樣 甚至我就叫他 要不然你家牆壁都賣了 好不好 全部都沒有 有沒有 你就只看到家具 然後你就看到人浮在空中這樣 就變成這樣這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稍微讓它變一點的透明 其實實際上 像我自己家裡面 我在拯救的時候 我也是用這個方式 因為這樣有沒有好處 平常我們看到的都是什麼 這一種 有沒有看過多萊萊夢的家 沒有喔 有人真的有畫 我們平常 家裡面在裝修 大部分都是遇到 是不是 是平面圖 設計師就給畫這個啊 那我暑假的時候 7月份 有一個媽媽 她就是做那個設計 就是他們就做室內設計的 她是總監的 可是我去她的FB上面看 我就發現 她就有一天 我知道特別這樣 現在的客戶 常常動不動就說 我要看3D圖 可是她學的是AutoGate AutoGate 要畫3D圖很難畫啊 對不對 平面就要花時間的 然後畫3D圖給她看 然後客戶又要改來改去的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 結果那媽媽 本來第一天的時候 不好意思進來 她都跑到7月份 因為我在那個學校 他們上面有一天7月份 然後我那天都跟她講 媽媽你就跟著一起上課就好 然後後面4天都來 呵呵 結果一起來上 結果她收後比她兒子多 呵呵 這樣不錯吧 小朋友 小朋友也好 所以我們比較常看到這個 但是這個 在立體圖 我們不容易有那個概念 尤其是一般 就是 對這個設計不太了解的 所以你拿這個給人家看 她整個越來越想像 所以 如果 你真的把她變這樣 有沒有 甚至還跑進去裡面給人家看 她現在沒有那個圖喔 這個多拉莓夢的 在下面 你看 他們家的內部有沒有 應該如果你有看過卡通 應該會覺得蠻像的吧 等一下呢 她其實這個 原本有360度的那個 YouTube的影片喔 但是後來拿掉了 可是呢 還是有影片啊 這裡有影片 有影片的部分還是可以看 對 她有一個高畫質 可是我記得這個拿票沒有拿掉 你看她就走進去啊 對不對 還留開了喔 當然這個不是用使用整體座啦 不過是被美容的概念 所以 但我後面也會有什麼視野移動畫 但是人們的話 這個打開喔 我們沒有那個自動本喔 好 OK喔 所以給你看一下其實 比較標準的方法 其實我們會拿這個 就是剛剛給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平面圖 我們會拿 因為如果你有設計好 我只要 牆壁牆壁 這個圖 各位看得懂嗎 這種啊 像這個瓦斯爐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一般來講的話 他們如果是那個燈 我記得會是一個十字啦 會是一個十字 就是室內這裡有一些他們專用的那種圖式嘛 那你就可以看著這個 看這個門有沒有 設開的方向 或窗門開的方向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你就可以照著這樣 次站就可以 那樓梯 對了 剛剛蓋了二樓之後 沒有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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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找一下樓梯 哪裡有樓梯 有樓梯 樓梯 在 好像是在 那個 我記得 有 有個樓梯有沒有 沒有樓梯 還有很多 那樓梯的話 我們是擺在一樓 擺在一樓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看當我切換到一樓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二樓這邊就不見了 對不對 綠色是這樣 就是你看那一樓 以下的會看得到 以下的會看得到 樓梯你就把它按著 拉拉拉拉拉進來就好啦 好 樓梯放進來 好不好 來樓上看一下 請問樓上要不要再打洞 不用啦 樓梯都已經把你自動弄好了 有沒有那個地板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地板自動把洞打好了 你千萬不要在這裡說我地板留個洞 我要給樓梯用 這樣是會比較辛苦喔 你要拐廚就麻煩了 就是你樓梯不想改這邊 我就放這裡 洞反正繼續把你打好嗎 這樣很簡單喔 會了齁 會不會蓋樓子 蓋那個 往上蓋了 請問往下挖地下室的 這個很重要啊 有人有地下室要放車子啊 對不對 有地下室要放車子啊 有地下都要上來啊 要怎麼辦 好嗎 趕快的做法 但是呢 重點在這裡 打開 增加一個樓層 那你看喔 這個樓層上面這裡多多兩下 好 重點來了 請看這裡 你看我們先從一樓 一樓 樓高都沒有問題 是都一樣的 所以不是他 是這裡 高層 就是這個東西 他還連那個樓板都有一個厚度 有看到嗎 好 你看一下這裡 我們 整個樓的高度就是什麼 250 是不是加上樓板的高度 是不是 262 對不對 所以再往上一層樓 就比較多嘛 是不是到524 那你了解喔 好 那你看 我們剛剛增加了第三 這個三樓 現在預設是往上增加嘛 如果你像 蓋地下室的話 不要 是不要從這裡往下挖 所以要給他什麼 負的值 這樣要不要 但是 請問是 挖一樓還挖二樓 挖一樓而已的話 就是負262 挖 挖到地下室二樓就負 524 這樣清楚嗎 好 你看喔 我們就來上面這裡 來設定一下 負的 262 有沒有發現他自動跑到下面來了 有沒有 好 我按確定 編導過來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所以這個最好 就改成 JQ地下室 這樣才不會說 二樓怎麼在下面 這樣怪怪的 啊 然後呢 有人就說 你的游泳池 哇 還記得你的游泳池嗎 欸 游泳池 我們本來不是有一個戶外的游泳池 那個高高的那個 喔這個有沒有 這一種的啊 或這個 你看你把它拉出來 欸 這樣會不會再加一個游泳怪怪的 我拉到旁邊好了 然後拉到旁邊 在這邊 好 你看我把它弄出來 往上 請問有看到他了嗎 有沒有剛剛好 沒有 差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地下室 因為他這個高沒有那麼高 我把它往上一點 就是這裡 有一個還記得我們有叫懸空高度嗎 叫他起來 沒有啦 這樣會跌下去啊 有沒有 那你真正在地下室這邊看的時候 他是有東西的 有沒有 他真的有挖下去 所以 如果你需要這個梯子 我們也是放在這邊嘛 這個放這裡可能不太行 要高一點 不然這樣 有一個洞有沒有 從地下跑上來 不行 所以我把這個 剪下來拿到一樓去貼 所以這樣知道 你會要把那個貼在哪裡了吧 就是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模型 你不同樓層的話 你要把這個放在這裡不足 因為他已經到底了 會放不下去 所以我還是要貼在地下室把它拿高就好了 這裡 這樣有沒有高一點點 可以嗎 不過這個呢 在這邊 因為這個是由下面爬上來的 所以我只能把它調到這邊而已 還是要電倒過來 應該轉過來對不對 他可以從裡面爬出來嗎 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喔 好啦 我想這個你可以自行再參考一下 怪怪的 嗯 好 這樣會不會做地下室了 等一下他會有人問問題 你車子怎麼進出欸 對啊這很重要啊 不然你現在只有看到這樣 從哪裡進出有沒有 有看到可以跑下去的嗎 沒有喔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怎麼做好不好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來還給你囉